電價要不要漲 其實現在夏季電價 尖峰電價就已經漲很多了 從早上十點到下午四點 用電每度八塊多 平常每度只有兩塊多 你漲四倍啦 而且事實上這麼熱 就熱在下午嘛 對不對 你從中午早上十點到下午十點 不是 你不開冷氣 你不開旁邊開 又變成熱倒效應 就很辛苦嘛 那開哇這電費很貴的 那現在呢說要不要漲呢 不漲了要說怎麼都不漲呢 台電已經虧損將近兩千億了 一千億了 可能將來會虧兩千億 中午已經虧七八百億了 你要虧到什麼時候呢 說用電大戶跟豪宅要漲8% 至少漲給你們看 我又漲 用電大戶漲 那說要漲7.5%才能打平 這是全部喔 全部要漲7.5% 但不會漲 因為11月要選舉 他現在怎麼敢漲呢 所以經濟部駁斥 說我哪要漲8% 下禮拜才開會 亂講 林伯峰 是工商協進會理事長 他說呢 現在不是調漲好時機 經濟也不好啊 經濟往下走啊 對不對 都要再打壓經濟啊 增加利息啊 負擔已經重了 還漲電價 而且呢 你要漲就全部漲啊 那沒辦法漲 你只漲用電大戶 用電大戶就是工業嘛 你是逼我們出走是不是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你增加我們成本 第二個是你對我們很有敵意嘛 你倒是把我們拉出來打 那我們乾脆走就算了 那美國商會也說 美國的企業越來越擔心的議題 就是台灣是不是能夠穩定供電 今天台中那邊高壓電線又跳脫了 所以有四萬戶大停電 而且高雄 我最注意高雄常常停電 那邊停一下 各種理由啦 總是不穩定嘛 對不對 你停一下很多電汽車 不就壞了你知道嗎 不要以為不會壞 會壞的 常常跳常常跳 這會壞的 那說是因為有吊車接近 所以造成壞了 所以這邊講說 台電恐怕會虧一千五百億啊 那中油已經虧八百億啦 虧多少錢啊 所以我昨天不是講很清楚 我說今天假如說 我是假定啦 不是說真的啦 假定說傳出個消息說 蔡英文貪污一百億 大家氣不氣 當然氣嘛 洪三軍會不會上街頭 當然會嘛 但是一個官員他一百億 你很生氣 這個一個能源政策下來 就是虧兩千億啊 大家好像無感耶 好像這錢不是我的錢 怎麼不是 他就是納稅人的錢 怎麼不是 他將來虧損國庫要填補 對不對 這個錢本來可以做 很多其他事情啊 增加我們的醫療設備啦 降低我們的健保費啦 增加我們的學校的設備 沒有錢啊都做不了啊 所以怎麼會沒有關係 只是大家不痛 覺得好像我沒有被處罰到 那就是國家的錢嘛 所以為什麼講說 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 到底就在這個地方 對你現在要搞一堆 現在要搞什麼 什麼這個太陽能板 軍隊也要去搞 然後所有的房子 新的房子上面都要搞 到時候台灣變成 舉不忘記 都是那個東西 那好看嗎 而且那個加拿大壞了以後 怎麼處理呢 燒也燒不掉 燒也化不了 那是大的環保的災難啊 怎麼弄 就是你為了解決一個問題 你去製造一堆其他的問題 就變成這樣 我昨天不是前天算給大家聽嗎 所有台灣的軍營 空地拿出來做太陽能板 他能夠發的電 七十幾萬千瓦 七十幾萬瓦 一個核電廠 比如原來的核四廠 一部機組就是一百三十五萬千瓦 就是他是他的幾乎是兩千倍 全台灣的軍營 通通拿出來裝太陽能板 核四廠一個廠 就是他的兩千倍的發電量 你搞把他都搞死了 然後就是這樣子 就是然後電價不漲 怎麼可能不漲呢 蔡英文十年以前 說我不會大漲 這就是大漲了 怎麼不是大漲呢 不大漲你怎麼平呢 台電每天開門叫虧三億 你看多慘 因為他的成本 已經高於他的營業費用 而且這成本會繼續走高 油也在漲 天然氣也在漲 都在漲 那怎麼辦 所以現在我剛剛講 說將來新的建物 都要裝太陽能板 舊的建物改建 也要裝太陽能板 都是 到處都是太陽能板 基本上我們前兩天講 加一個養豬戶 養了兩千頭豬 結果他也裝太陽能板 現在要重電了 就那個台電一個極電 極電的一個瓶子爆炸 在這極電筒 爆炸以後 兩百五十頭母豬電死了 當場 四百頭肉豬當場電死 總共死了六百五十頭豬 還好 當然我講這話也不對 還好他是養豬場 又是學校怎麼辦 又是工廠怎麼辦 爆炸 那瓶管誰管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都是個東西 他不是只是板 他電收來以後 他要把它儲存起來 再去連線嘛 所以就講說 這就是一個照進的能源 你執政 你做學者 你可以去亂講一通 對不對 對不起 你可以去天馬行空 你做在野黨 你肯定也可以天馬行空 你執政黨 你這個政策是要執行的 你把你在野黨的政策 執行 你就要去想 到底能不能執行 這個很重要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